哈囉各位兄弟們大家好歡迎來到我的頻道我是老頭歐德們今天我們來玩這款遊戲叫做寶可夢探險隊 雖然呢這款遊戲已經出一段時間了老頭一直都沒有去玩他但是呢今天開始老頭想要稍微體驗一下 那麼 不知道這遊戲內容是如何啦就反正就是寶可夢變的方塊嘛那 Youtube上面其實已經有很多其他的已經玩了很久了那老頭現在算是一個新手不過沒有關係老頭就當一個初體驗的方式來體驗一下這款遊戲吧那麼廢話不多說我們直接開始 然後我正前往一座名叫方可樂的小島這座島是最近才被發現的 這座島呢上這座島上曾經有過文明 因此似乎有許多珍貴的寶物塵睡在這裡 我這個手還可以動耶 我這次的目標是踏遍方可島的每個角落找出很棒的寶物 很快就要抵達方可島了究竟會有什麼樣的寶物等著我呢真叫人潑不及泰啊哎呀好不及泰啊 反正就這樣飄走了 畫風很可愛啊 然後這遊戲應該是關卡制吧我猜想 好 寶可夢探險尋寶 怎麼突然覺得有一種 有一種東升幽幽台的感覺 好沒關係反正就來體驗看看 青觸開始 喔我看到我們的這些喔好好笑啊 全部的神奇寶貝都變成方塊了 啊方塊方舟 方塊神奇寶貝 哇塞 哇 躺在地上了 咛咛咛咛 嗯 我帶來巡 帶來巡寶用的 熙 希爾佛公司出品無人機 每季 啊這是這是6 欸魔比6 是不是似乎不太對勁 魔比 魔比你怎麼了 咛咛咛 沒辦法 只好重新啟動嘍 BB 好爛喔 這個這個這個這家出品的也蠻爛的 已清除設定請輸入使用者的名稱最多可輸入六個字 我可以取名 好吧 啊各位取中文啊 這個 日本啊不能取中文太棒了人生啊 那既然不能取那我們就直接英文吧 咱們就來英文吧 Odderman 嘿嘿 會不會會不會壯壯到名字啊 ok 確定 o l d n n 可以 NICE Odderman早安為您播報今天的新聞謝了我比新聞的事先放一邊我們現在去探險可以調查一下嗎?收到 啊 查無製作導的資料有需要來自音我 他走掉了,他就這樣走掉了 沒問題 附近有一些 住往這座島的寶可夢 他們一定能了解這個島的地形 先讓他們成為夥伴 再請他們帶我們去探險 怎麼樣,好喔 哇,也可以選捏 衣布小火龍,妙阿種子,我要選比卡丘 對不起 比卡丘 攻擊型生意寶貝 還是比卡丘最可愛的 哇,這樣子說成為夥伴吧 好阿,那麼輕鬆 準備就緒 好,跑掉了 好,我們來看一下這遊戲到底怎麼玩 喔,開始探險 寶可夢會自由移動並發動攻擊 所以說我不用做那個事就對了 呵呵 咪咪咪咪咪咪 野生的寶可夢 呵呵呵,他們攻擊好笑喔 貼臉 哇,死了 還蠻可愛的耶,我覺得 野生的寶可夢,使用十萬伏特 好,寶可夢能使用招式 只要清楚招式他們就使用 十萬伏特 哇 哇 喔,還會CD這樣子 好,把他打死了 我來不及 我來不及出招式 他就死掉了 酷酷喔 野生身體寶貝 電擊 皮諾可 這個電死 喔,他的CD 有點久 喔,他的右上角是幾回合阿 現在第四回合 最後一個回合了 喔,好像是BOSS的感覺 小拉達 超級厲害的神奇寶貝出現了 來 哇,血很多喔 這個 還行還行 我撐得住 我撐得住 你來我往 你一下我一下 感情不會散 嫩 爆炸了 好笑阿 喔,拿到什麼 皮卡丘 喔,等級二等級二 阿,這是什麼 不知道 大力石 霹靂石 霹靂石是一種能夠讓 寶可夢變強的重要裝備 隨著關卡 關卡的進行 喔,便能得到更強的霹靂石 好霹靂阿 呼 感覺探險的差不多了吧 今天就到此為止吧 喔,接下來 得找個能當做句點的地方 好喔 這是我的句點 哪裡狗 喔,還真是一塊不錯的空地阿 把這裡當成基地來用吧 話說回來 剛才冒險的時候 好像有撿到一些奇怪的石頭 不知道怎麼用 奧丹麥拿出了一顆石頭 寶可夢身上發出了光芒 霹靂石 喔,皮卡丘 就選擇他嘛 然後呢 批墜子是一種神奇護身符 方可樂島上的寶可夢都可以佩戴他 只要將霹靂石配置在批墜子的上面 就可以增加HPU或是攻擊力 原來放中間阿 按不變石劍 可以讓他 寶可夢攜帶不變石 將 攜帶不變石 寶可夢將不會進化 不變石 在哪裡 這個 你不要跟我講說 裝要去變雷丘 揍人喔 可是好像不鳥喔 反正總而言之 他就是 嗯 好的 好的 我們的皮卡丘不變雷丘打 這麼一來寶可夢就變強了 開始探險吧 好,他馬上就叫我去探險了 什麼時候不讓我做 你可以從關卡圖示開始探索小島 進行小島探險 並找出沉睡在這座島上的寶物之遊戲的目的 好,然後呢 喔 一之一的兩 是戰力是不是 獎勵屬性是格鬥 然後關卡有多少啊 我好像過不去耶 我只能選這個 好吧 那就來吧 新手教學有點長啊 開始探險了喔 好,只有三回合 好,野生寶可夢 西萬福特 你到底要打誰啊 居然都沒有打到呢 陸弱德 嫩 被批死了 第二回合 啪 啪一聲 直接給你啪一下這樣子 十萬福特 啪 去了 好了,BOSS戰 BOSS戰 史萬福特 表現遠距離電鳥 這招比史萬福特還痛啊 史萬福特是那種 範圍攻擊的 像是現在這種情況比較適合 結束 新的寶可夢又出現了 哇,這麼多的圍毆啊 再讓我放一次 咬他 耶 哇,喵喵 是喵喵捏 喵喵看起來很厲害的樣子 電死你 哦,我以為啊 他死他的喵爪 喵爪爪 再一次 使出電擊 他電擊的攻擊真好高喔 死捏 耶 耶 啊 贏了 爽 拿到了一個 新的 新的什麼石頭 等級3 哦 這怎麼會解鎖 哇,一個新的格子解鎖了 文來如初 那這樣我們可以把鐵打石裝進去 血加62滴 死狗以內 好棒喔 啊 似乎 啊 撿到似乎能拿來煮的料理了 只要煮料理 似乎就會有各式各樣的寶可夢聚集過來 去基地 哎呦,可以開始煮料理了耶 啊怎麼煮啊 只要煮料理 就會有喜 喜歡該食物的料理 不知道能不能來到基地 點 點觸 呃,點觸材料的這個圖示 加了貓尼鍋的裡面 放滿就開始煮了 一個 一個 兩個 三個 四個 最後一個 哎 哦,怎麼感覺怪怪的 確定 料理煮好的時間 有 跟我的探索小找次數有關係 只要使用稱為 友好商店禮捐的特殊物品 就會立刻煮好 為了示範這次特別送我 好的 哦,20張哦 哇,大成功 新料理 喜歡什麼就放什麼的料理 寶可夢 啊,方可樂島的 寶可夢 愛吃的東西 吸引到誰了 這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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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拉達 以及我們的 波波 成為夥伴了 哎,原來成為夥伴的方式 是這樣 不是用寶貝球 實在太酷了 我的天啊 すごい 成為夥伴了 你也是 你也別給我走 你看 你看波波的這個表情 波波這個正方形的臉 有點好笑 不知道為什麼 抱歉啊 我不該取笑你的 好哦 組成小隊時間 先 等級1 None 放 哇,660了 已經660了 噔噔噔噔噔噔 出發前再放一次就對了 自動分配 YES 如果覺得麻煩可以自動分配就是了 好了 探索小島 噔噔噔噔 隊員的HPATK總和就是我的強度 哦 好 呃 如派出於需要探險的地方獎勵屬性相同的寶可夢 該寶可夢的會提升 比平時更加的厲害哦 哦 格鬥系 660 打吧 來看一下三對 三對多大混戰 出現了 那可以放什麼 聚氣是可以幹嘛 哇,完全不知道說明耶 放一下好了 被包圍了 十萬普特 丞相起風啦 我放個起風招式這樣子 聚氣 聚氣好像是只有自己能用而已 好,結束了 哎呦 丞相 起風了 哇,你是誰啊 看沒有啊 電他 皮諾可 啊 被打了 應該死不了 不知不知不知 丞相起風了 原來他是直線性的哦 原來是直線性的啊 結束 第三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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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 哎,這是 鐵殼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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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來來來 吃一下吃一下 丞相起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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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被彈飛 哈哈哈哈 Oh my god 死吧 結束了 爽 又獲得一個霹靂石 噔噔噔噔噔噔 哇,他們也都解鎖了耶 好,忘記裝我的那個 石頭了 又一個大力石 欸 這個是比霹靂 比那個還要好啊 這叫六六耶 分配一下分配一下 這樣下去 我們的物資可能會出現匮乏 如果你有需要的話也可以聯繫商店 哦,叫我課金是不是 讓我看你要怎麼課 你可以在友好商店購買 有助於可樂島的這個 方可樂島的探索物品 購買物品需要這個 哦,好 領取 哦,可以免費領取哦 哇 寂寞好物 還有新增內容耶 這不知道多少錢 啊,直接讓我離開 不讓我選別的 好,隨便 以上便是方可樂島的 這個 哦,探險的基本說明 好啊 已經說明都這樣結束了 就對了 我們現在開始有任務了 花了十五分鐘 好 搞這些 比比鳥 射射射 皮卡丘使出十萬伏特 耶 哇 有點痛耶 說真的 這有點痛啊 再見 大勝利 白 我贏了 哇 這什麼東西 減CD的石頭嗎 好像是哦 好像是減CD的石頭 招式等候時間減五 真的耶 招式石頭是一種能夠提升招式的特殊物品 你可以將這個招式石配置在 哦 相同顏色的地方 就可以讓他那個招式減CD就對了 可以直接挑BOSS了嗎 到目前為止還算順利吧 越往裡面走寶可夢越強 一路收集霹靂石以及夥伴 會讓自己變得越來強 欸我們去看一下我們鍋鍋 大約每過二十二個小時 便會有想成為您夥伴的寶可夢來到基地 如果你在探險的途中 遇到稀有寶可夢有時候 他也會來到基地 讓我看看 大雜會 好有吸引到誰 嗯 怎麼感覺又是同一隻 比比鳥 欸不是 波波 哦我已經有了 怎麼又有啦 好我們現在已經有四位了 最最最大的數量是二十隻 好了 可惡這樣不太行 呃自動配置 我覺得他都配這種東西啊 我覺得這種配這種不太好 我們呢 試試看配一下化石好不好 然後再來三個這個 好隨便配 好會變怎樣我不管啦 反正就試試看就對了 然後一樣是兩個回合 來直接挑Boss 八百五 會不會打不贏 不管了 失敗變成人 被圍死了 喵喵表示 阿喵喵死掉了 哇從這邊出現了 可以哦 很可以哦 我其實這樣也比較快 可以直接這樣說不用不用那個滑鼠按 哦 原來可以這樣子按哦 哎呀剛才浪費時間啊 真的是 超級浪費時間 哎我們是有人掛了啊 我們拉達死了 哈哈哈哈哈哈 咱們的拉達往生了 拉達 為什麼 拉達 完蛋啦 我們贏不贏得了 麻痹你 麻痹 哇 撐住撐住 拉達撐住 快點電他電他 快點快點撐住 拉達幫幫 哦要贏了 大勝利 yes 拉達好恐怖喔 我們獲得一個新的石頭了 耶 boy 太讚了太讚了 鐵打死 哇獲得了好大的果實的感覺哦 哇這個區就這樣結束了 哦 是嗎 恭喜你等級5以內的寶可夢取得的經驗值將提升 哦 趕走看來是老大的寶可夢後 現場遺留著雕像寶可夢形狀的石像到底是什麼作用呢 上面寫著繁衍石像 他是這座島的象徵之一 這這像這石像刻的是小拉達 子孫綿延不絕的小拉達 似乎寄託了多子多孫的希望 這附近探索植物完成了去下個區域 啊 我從資料庫搜尋了有關石像的資料看這石像原本是被供奉在一個叫做傳說空間的地方 哇 成功之後就這樣子了 新區域出現了 哇靠一千是怎樣 看到有的尻了 哈哈哈哈 有的尻了 有的尻了 還讓你選三之一 七二之一這樣子 啊 來來來 沒關係 沒關係 快快十 多了一個不錯的東西 多了一個不錯的 嗯 嗯 零 嗯 好了 差不多到這裡結束了 好吧 我覺得這款遊戲其實還真的蠻不錯玩的 但是也有些觀眾有提醒我說這款遊戲呢蠻短的然後內容大同小異 啊 沒關係到老頭去斟酌哦 那麼希望大家會喜歡這個系列一樣也希望大家支持這個系列 如果喜歡這部影片的記得左下講個訂閱右下講個學會下方留言 我是老頭我們下一集啊有機會啊再繼續玩我們的寶可夢探險對吧 我們下集再見 掰掰